下一個要做的實驗我們課本沒有了 課本沒有了 但是以前的國編版的課本還有 墨水的蒸餘 這個課本沒有 課本沒有這個 就是會有一個墨水 我想要知道裡面的玩意兒 所以我做了一個方法 把紅墨水蒸餘瓶加熱叫蒸餘法 煮一煮 然後呢 右手邊有一個禮畢式冷凝器 讓我跑出來的蒸氣會冷卻凝固變成液態 然後收集起來 那我們前面教過了蒸餘法是用什麼不同 廢點 廢點不同 跑出來的氣體的廢點比較低 留在下面的東西的廢點比較高 我就把它分開來了 這個方法叫做蒸餘法 叫做蒸餘法 把它分開 然後呢 那個出來的那個蒸集出來的那個液體 它是水 你怎麼知道它是水 因為我拿了濾化雅菇飾子檢驗它 沒有水的濾化雅菇是藍色的 有水濾化雅菇是粉紅色的 你給我備好 我們有兩個玩意兒檢驗水 一個叫做濾化雅菇 一個叫做硫酸桶 以後再跟你講硫酸桶 無水濾化雅菇飾子是藍的 有水濾化雅菇飾子是粉紅色的 做實驗的時候 我發給你的濾化雅菇 通常都是粉紅色的 因為已經受炒了 所以拿到火上烤一烤 把它烤乾 然後它就會變成藍色 我說的是烤一烤 不是燒一燒 烤一烤 不是燒一燒 不是把它燒掉 烤乾 烤乾 然後它就會變成藍色 就可以拿來檢驗 OK 這個反應是一個化學變化 以後會焦 然後呢 留在那個蒸餾皮裡面 就是所謂的色素 就把色素挖起來 放到濾紙上 然後加水滴啊滴啊滴啊 它就會開始跑出一圈一圈的玩意兒 然後呢 因為就是附著力 前面說過了 附著力大的 跑得慢 留在那一圈 附著力小的 跑得快快 跑到外圈 你看它有好幾圈 就什麼意思 這個色素是一個混合物 裡面有很多種不同的色素 沒有很多不同的色素 這個方法叫做 綠子色成分析法 綠子色成分析法 把它分開 把它分離 OK 所以 這裡用了蒸餾法 跟綠子色成分析法 這邊有一個重點 以前有交測晚葉的時候 以前課本有禮蔽式冷靈器的時候 一個考試的重點就是問 冷水從哪裡進去 溫水從哪裡出來 那麼就是這個 冷水從看圖上面 冷水從下方進去 溫水從上方出來 因為這個方向跟對流的方向是一樣的 冷的在下面 熱的在上面 它就順著這個方向就流出去了 不會 反過來就會自己跟自己打架 反過來就會自己跟自己打架 它裡面的熱水要上去 熱水灌進去 難怪會自己打架 不會自己打架 就順著出去了 所以 一個重點就是 冷水從哪裡入 溫水從哪裡出 這以前有交的時候的一個重點 好 另外一個事情是 那個溫度計要放在分岔的旁邊 這個圖上面所顯示的 溫度計放在分岔那邊 確保你量到的是蒸氣的溫度 確定你量到的是蒸氣的溫度 然後 我為什麼知道那碗葉是水 我有兩個方法知道 方法一 我拿了綠化雅菇氏子 藍色會變成粉紅色 方法二 我的溫度計量到的是100度 表示那個蒸氣幾度 100度 表示它在幾度的時候沸騰 100度沸騰 那碗葉什麼碗葉 水 我就知道那碗葉是水 所以我第二個方法 我可以根據溫度計的結果 知道那碗葉是水 就是兩個注意事項 很簡單 課本現在已經沒有教這個了 但是我還是教讓你能夠了解一下 知道一下禮蔽式冷靈氣 知道一下蒸溜法 利用廢點不同 了解一下綠子色成分析法就可以了 請問有人有問題嗎 沒有 很好 請寫課堂練習